音樂 音樂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俄榮 現在訪問的是一個 非常難得的團體叫做 泰飛堂 聲東吉西 頑古弄青 我們是 泰飛堂TOPPY 我是MC葛偉 我是主唱琳達 我是鼓箴手K 我是琵琶舞手 Yuna 四位好 阿翔好 一個中西合併的團對不對 光從你們的名字就已經可以 聽得出來 有一個叫做什麼 不是打威嗎 是打威家瑋的翻成台語 就是打威家 中文翻成台語 然後再用英文的字 中西合併 有點做錯的感覺 好所以你負責的是 我是負責節奏 就是在團裡面的節奏還有寫詞 還有饒舌的部分 你是最後一個加入這個團體嗎 我是第一個加入的 其實是我跟琳達是 就是一起創始的 所以你們是男女朋友 不是這個就要說一個故事 琳達假釋解釋 琳達假釋 對因為一開始 就是我們是透過一個朋友 認識的 相親 越表越黑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透過那個朋友認識他 然後那時候我知道 高威他是玩老舍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新鮮 因為我自己算是科班上來的 你是國樂 對我是國樂科班出來的 但我自己還蠻喜歡聽一些 就是搖滾電音 然後就唯讀嘻哈 我很少接觸 我就還蠻有興趣的 然後那時候就跟他認識之後 我就覺得我們這樣子要不要玩玩看 就是因為我是學傳統國樂的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 可以創造一些其他的 那一種音樂 Linda已經簽進公司了沒 還是你純粹在外面 就有興趣跟他 對因為我很喜歡音樂 所以我只要 我還蠻喜歡跟 就是一些音樂人交朋友 可是Rapper 應該台灣現在也蠻多的嘛 對 就為什麼會挑中他 剛好就是在旁邊就這樣 就那個時候 有沒有去找什麼 熱狗啊 大隻啊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就剛好 其實有點就是 陰錯陽差 然後就認識到他 就剛好 就是不用付錢 剛好找你 那時候你其實在上班對不對 對 哪裡是有正當的 對 的不正常的工作 對 因為我之前是在夜店上班 夜店 對夜店 Loxy 那就是因為 朋友介紹就認識了Linda 是台北名店之一耶 對 對那 那你在裡面是負責 Party MC 就是 又又又帶動氣氛 又又又又 就DJ到後面 然後我就在 在台前 然後就在那邊帶動氣氛 然後有時候也會主持 所以是夜間上班 對夜間上班 所以認識很多的 男生跟女生都有 對 都有 所以那個時候 你在那邊做的事 可是他找你 一起玩的時候 你那時候只當成一個興趣嗎 對 聯誼的活動 其實也不算聯誼耶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因為知道Linda 她是玩國樂的 然後我是嘻哈 我就覺得哇 對這兩個東西 如果把它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一定會很特別 因為她在嘻哈上面 她還蠻很有想法 然後就是想說這樣子 算有文化啦 對我比較喜歡那種 比較古代然後國樂 比較創就是比較奇怪的那些東西 那因為我們認識以後 然後我們就開始創作歌曲 就可能 真的嗎 就你們兩個一開始 然後就會還是會加入一些 像國樂的古針啊 對那時候我們也有其他的那個 有古針手 然後也有二胡跟的底子 是 所以等於現在是一個 非正式業餘的團體 已經有了雛形對不對 對 可是後面這兩位其實同樣跟Linda一樣 也是科班出生 對 一個是台藝大 對我是台藝大 因為其實 然後妳跟她是 好像是她是妳學姊嘛 對 在校認得嗎 還是不認得 也是後來一起玩團之後 然後才說 喔原來是比較遠 因為我是主修聲樂的 所以就是 然後我是戲樂族的 國樂的聲樂是 妳要不要唱一句 要唱一些 這是怎樣的 它就是 它其實也是用正統美聲去發聲 做一個出發點 所以跟西洋的聲樂的發聲方法是一樣還是不一樣 嗯 基本上老師他教的是都一樣 但要看歌曲型態 那我們會唱一些就是藝術歌曲 或者是民歌 對對對 民歌就站在三綱上的那種 對就類似像那一種 就是一些玄翠這樣出來 妳可以唱一兩句嗎 嗯 好 譬如說 小小河棒 雙思雙代表 這還蠻婉轉的耶 對就是有類似 因為這個 有更熊壯的嗎 熊壯的 滿江紅的這種嗎 不是 不是 那個不是 你都亂講 你幹嘛 有滿江紅這種 滿江紅我沒有唱 我沒有唱過 因為我也是只有唱幾 一些些的 對 妳唱過最古代的歌是什麼 就是 現在還有譜可查的 有譜可查的 就還蠻多的耶 呃 如果 因為我自己也有 也有學一些 就是 歌曲 就是選擇 對 就好譬如說一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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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選的吧 對 就是自己學的 嗯 然後我那個時候 雖然說我在學校是 修聲音樂 可是 因為我自己就是 也很喜歡 很喜歡去 玩聲音 就是對一些東西還蠻有興趣 然後我就又 又去跟那個 京劇老師 學一些京劇 就只是 只是出錢啦 認識一下 也是在校內的老師嗎 還是外面另外 喔不是 是在另外 就校外的 另外拜師這樣 對對對 這也不是 不算拜師 因為有興趣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是有來我們學校 就是上一些就是 京劇的 的課 是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欸還蠻有興趣 然後我想說這次以下 就是也去問他一下 因為他也不是 真的是 唱那個京劇出來的 喔 比他叫教友就對了 他是 沒有他是就是伴奏 喔是老師 對是老師 是文物廠的老師 對 那Key是 嗯 在校就是學的是 在校我是足修古針 就專攻古針 對專攻古針 所以只會古針嗎 還是 其實也是會鋼琴 對 足修鋼琴 足修古針復修鋼琴 所以是國樂系 需要學到西樂器 因為台灣的 像是我們考一些升學的術科考試的話 其實鋼琴它算是一個蠻必要的復修 就是要基本可能都要會簡單的鋼琴 這連妳都要嗎 對 真的嗎 可是因為我們學校 我是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對 那我們學校比較不 鼓勵同學復修鋼琴 鼓勵還不鼓勵 不鼓勵 因為其實 每一校都不一樣 對每一校都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現在學國樂的那個 就是科班的同學們啊 他們都已經會鋼琴了 那我們學校是比較鼓勵 就是說妳再學一個就是國樂器 所以就不准妳們再學一個西樂就對了 就是也不是不准啦 就是 自由的 鼓勵 鼓勵國樂器 除非妳有36小時就可以了 對 妳就把學校的兩個都學好了 妳突然還會八種都隨便妳 對 所以妳是學 我從那個 二胡 對 我是從那個高中 開始進入國立台南藝術學院主修琵琴 副修二胡 對然後我研究所有第二主修碼頭琴 碼頭琴很好聽耶 對 對 以前我認識一個朋友她有學過 另外拜師學的 所以都是 可是妳頭髮沒有長長的 所以 好像跟我們一般印象中 國樂女生嗎 所以妳是一直都是短髮 還是為了加入太飛堂才見 其實一方面是為了造型 但其實我很喜歡短髮 對對對 妳喜歡俐落 我喜歡俐落 精神的 所以學國樂的女生 不管是聲樂或器材組的 並不都是憂鬱型 是不是 其實並不會 我看至少妳們三個 好像不是那麼像 對啊我們還蠻陽光的 所以沒有林黛玉喔 這年頭 不會耶 妳們房學中沒有人嗎 對因為我們其實 像我們要演出什麼 每個人都要自己扛樂器 其實大家都還蠻精實的 對 一邊扛一邊 小可兩下 然後旁邊就很多那個 那個 那個 不是 丫鬟啊 或者這些 對 一些摩摩 還是什麼 不會啦 因為最近那個甄嬛傳也很紅嘛 所以妳們太飛 剛好裡面都有飛對不對 對 來跟大家報上那個名號來 我是Yuna 我是娜飛 是娜飛 對 我是K我是凱飛 凱飛 欸這兩個大飛凱飛都跟英國王室有 哈哈哈哈 Linda呢 剛好剛好 我是Linda 我是達飛 哇達幾的達耶 紅顏獲水的達 哈哈哈 而且他是紅顏 對可是這個音是取得蠻好的啦 對不對 因為總不能叫妳大飛嘛 哈哈哈 大飛感覺有點大隻的感覺 那妳是什麼王呢 啊我 就叫我小嘎子好了 哈哈哈 因為報紙上面是寫小嘎子 對啊 所以妳自願當 當然沒有啊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我還是 MC感會比較好 就是西方的代表 你是西方的代表 對啊西方代表 所以 和這三個 東方美女混那麼久之後 你到底 有學到什麼 有 什麼中華文化的精髓嗎 我現在聽得出來琵琶跟二胡 的差別 對啊 其實我跟他們玩音樂玩那麼久 其實我到現在我真的是很喜歡國樂這種東西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很優美 真的嗎 真的發自內心的 嗯 勝過鋼琴小提琴 對 大提琴 對 嗯 對 哈哈哈 好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就是他們的聲線跟其實跟這種嘻哈的這種節奏 或是電音的這種節奏的拍子 其實我覺得還很吻合 比鋼琴那些東西 我覺得搭配起來都還要再吻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們三個科班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我覺得是 因為我們更不懂了嘛 就你們覺得為什麼會吻合 我覺得會是有一種音色上面的衝突感 對 因為其實像 流行音樂他的東西 他的MIDI的音響 音色可能會是比較融合一點的 可是其實 東方傳統樂器 他們的風格會比較重 對然後他們的韻味會比較濃厚一點 嗯 對那我覺得 像我們自己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 以 我們以我們自己 平常已經練那麼多年 十幾年的這種 對於國樂的這種感覺 這種 技巧 然後去創作 去詮釋 然後其實就會 怎麼講 就是 我覺得是還 就是我們自己會覺得 他有那種衝突感 所以會讓人家反而會覺得說 欸那這是什麼 就我們會覺得很好玩 會好奇 那我拿一把鋸子在那邊刮沙紙 對 劇情嗎 我說也會很有衝突啊 所以衝突並不代表一定是吸引力 對不對 他可能是一個 他可能是一個 注意 對 但是他不見得接下來會產生美感 所以要怎麼樣把它磨合到有美感 對 因為其實在創作上 我們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因為其實 一定有這樣拼緊 對因為其實流行音樂他的東西 他的訴求他其實是要很簡單 可是他要非常有護 而且比較短 對 通常是三四分鐘 四五分鐘 對 然後像我們的國樂 像我們以前常常在演奏一些作品 通常都是非常的長 對啊 然後難度技巧 技巧很高 然後音音比較會複雜 比較複雜 對比較複雜 那其實在做這種傳統 跟流行音樂MIX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 我覺得是有一種 互相都要有點退廊 都要有點拿捏 那可能今天這個八拍 可能空多一點 我們可以加多一點的東西進去 然後有些地方我們就變成是浪一點 然後讓Vocal跟老師出來 其實那個道理就有點像 就是一對夫妻那樣子 就是剛開始 就是剛開始